Hello, 大家好,我是Fair Up 我發覺都頗誇張 連這一隻San Williamson PE Version Joran 34 都在網上按到斷了 我想是很早期的問題 其實我在街鋪就見到的 又不是那麼神奇的東西 街鋪就算Jason Tatum 也好 San Williamson 也好 你一出面是真的買得到的 其實是1699 會不會跨了一點點 他們兩個的名氣加PE Joran Brand 也不至於去到這些項目 我真心覺得 所以, 關乎大家的興趣 那款式來說, 我覺得挺漂亮的 真心覺得San Williamson 這款 是不錯的設計 因為好像找他弟弟 鞋盒又畫了一大堆 鞋身畫了一大堆 出來的效果是挺有趣的 這個我也覺得可以考慮的 但不是這個價錢 Jason Tatum 也有一點 exotic 炮皮 真的不是人人喜好 我真是一般的 但有些人很喜歡炮皮 所以 鞋底的部分是吸引的 即是這一種膠底是吸引的 但是, 純粹外觀上 我就真是窄窄的了 字母哥都在波骸街都可以看到的了 但是, 現在暫時都是老問題 899 又未有得減的話 好像便宜了118元 我記得上一集好像是999 但是, 突然你想想 好像是899 他已經看到 即是, 今日見到是899 所以, 你又要考慮一下自己 有沒有興趣 因為原價入手的, 又沒有折 他好像連兩件9折的優惠都做不到 所以, 是不是這個時間要出手呢 大家考慮一下 那, 今日的看東西都比較多一點 那, 即是順序說 今天反而 18, 我之前不是說過18的鞋身問題 那, 這裡看到張相片 那, 張相片的部分 你會見到, 我就是想說這一點 其實鞋後肘的部分 明顯那A真的小了很多 那, 的確跟這個位置這樣做的樣子是很不同 那, 這裡你看它 它沒有踩到地上的鞋後肘 已經是這麼扁的了 那, 變了好像是介乎一個 大A和ZOOM AI的位置的分別 那, 究竟這個 後肘部分 當然, 重心會做回你的時候 究竟, 究竟 究竟, 夠不夠力水 那, 而這裡呢 也都釋出一些照片 也都有很多鞋頭的部分的位置 那, 你見到 那, 鞋頭部分的位置 好像開了三隻眼那樣 這個又比較清晰一點 就是, 很多人想知道 鞋舌上面的部分 究竟是什麼樣子 你現在就見到 就是, 你見到是這樣的 就是, 有些花紋 又有個A在那裡 就是, 像那些車一樣的做法 那, 這一個造型 對不對 你的設計呢 那, 我就覺得 一般的 都是跟大家說的 那, 但是 就是, 如果大家喜好 多些AIR 那, 你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些款式 那, 銀色 它現在就有幾隻色 它其實都很多是色的了 就是黑色 你今天見到它穿黃色 但黃色的都好像不是18來 好像17來 我記得 就是, 今天我見到兩隊 LA 打球那場 就好像17來的了 那, 但是就 它見到18的銀款 你見到 很多不同的花款 那, 它的 Traction 就 refine 了 那, 你到時真的試了才知道的 什麼時候都說 refine 了 不過,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它那個 release beginning in September 即是, 九月才真的見街出 那, 可能 等它打到那麼長時間 你才會在街上買得到 這隻 那幫18的了 那, 所以, 心急都沒有用了 那就等多一個多月 那, 那就可能會有了 那, 另外 一方面 就是, 有朋友仔 都不停地說的 這個 Kyrie 7 那, 隨著Dame 7 就是 Adidas 出了這個 大概的藍本之後 那, Kyrie 也有樣子看 那, 但是 Kyrie 的樣子 我希望它不是真的這樣 或者有那些更細緻的款 會看得清楚一點 這一款的這個造型 我自己就覺得有少少怪怪的 那, 我覺得 暫時不要作準 就是, 鞋底的部分的 Traction Pattern 收容 都會和前幾代 都有點不同 那, 但是 鞋面上面的部分 一來就好像比較簡單了 少少少 二來, 也都 好像是一些補強部分 就沒有什麼做好 Air 方面 應該都會保留著 前掌Zoom Turbo 的設定 的了, 我暫時見不到 它有什麼改變 這個部分 當然, 至上也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 比起前兩代 腳感上的分別有多大 我覺得 未必很大 因為你只看中底部分 這裡的確改良是不多的 而鞋面上面的部分 還要沒有條帶 那, 可能就要看看 它這兩個 這兩個扣的設計 和一個可能是 屬於不規則型的 綁鞋帶款式 究竟對一個 對一個 鞋面包裹的分野有多大 那麼 Kariki 期待不期待 真心覺得 反而這一對 First Note Joran Jumpman 2021 這一對 我覺得有一想後 之前 跟AMZ Channel 那個 Captain 都說 這一對 我們懷古年代 Joran Jumpman 的系列 那說一說 突然真的出到2021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聽到 其實2021出了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一對 其實以前小時候 20年前 很多Joran Jumpman 的產品 那時候的打球 的確是 Traction 和包裹 那方面都頗強 真的實戰型 頗好 不像Joran Budget 的情況 所以 這個可以留意一下 究竟到時 它會不會承繼到 之前的Joran Jumpman 系列 那個 傳統 會不會是 落入一個實而不華的景地 要看它這個 可以做散招牌 外形上是有點像 以前的東西 但實戰上 你也知道 Drawling 的東西 有時 有其觀 又沒有其實 這個月到時 真的看到實鞋 才知道 不過 外觀上的設計 的確是有些 回到那時候的感覺 另外 J. Cole 好像有自己的顏色 叫做 RS Dreamer 這個 我看過 Tesmester 這個 Ware Tester 那裏就說 究竟 其實這個 J. Cole 好像有自己的顏色 叫做 RS Dreamer 這個好像是另一個 就是另一個 款 那它之後 可能會有另一個顏色 就是先是J Cole 的 Signature 我不知道 我也是聽它 說了一大量 不過 它也沒有什麼 試 我覺得這東西 本身吸引 之前也跟大家說過 應該有朋友說 在iFood Locker 8月1日 都可以買 那就是 要留意一下 大家真的很有興趣 我覺得可以等 編華官網 還有這些都是 一些 很快 就是過兩個例子 兩個月 三個月 差不多 七折六折 如果不妨 即是你未知 現在開場的話 那你還是等一下 有沒有可以打 那 另外 這個All-Star Pro BB Evil 亦都會在 8月頭1日 在Converse 的網站有 之前也都介紹過 這一款 和另一款 G4 Pro 都會接近的時間 推出 外觀上的吸引 介紹了 都是說 它 可能有一點 改良 當然沒有什麼 Performance 就是 Review 1 所以聽下去 就自行判斷 有什麼興趣 南邦17 Triple Black 不說了 這個 之前 Dame 7 之前也都說了 Tiree S2 現在你在整條街上 看到那隻 黑色的款 而另一款 Dancer Camel 都會出回來的 我覺得 這顏色 最大的 好處 可能不在外觀上 我覺得 外形上 真的見人見智 這個顏色 不過鞋底的部分 這隻膠 會不會是 絕少少 呢 那就要看回 到時 要補充 可能你看到圖 我自己在街上 捉過 字母哥鞋底的 黑色底 Traction 好像都算是 咬的 相對於 令那隻Hybrid S2 捉下去的感覺 好像 字母哥鞋底 是 純粹 按膠料上的 Traction 是會比 這雙S2 的黑色更好 你自己不信 你可以自己出去 街上 穿下去試試 我在這些情況下 沒什麼 今天就有些 趕時間 去做其他事情 純粹捉了兩下 看到這麼巧 捉了兩下 試試 已經 走了 如果有空 去試試 我們都告訴大家 究竟 Traction 上面 黑色底 兩款 究竟有沒有特別大分別 不過這隻 懸用間時 其實 Tarry 4 的鞋底 是咬的 但是 物料問題的多 所以 我會追求一隻 黑色以外的物料 去試 會安全一點 都是在街上 感受過 下司空買 這些款式 坦白說 Anyway 今天就一響氣 說了一堆東西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那下面留言 Subscribe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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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